我现在刻意要去示范缓冲区E-Way 所以呢,我这样子宣告 各位知道那个C语言都有一个参数是ARGC和ARGV嘛 OK,那比如说我们就可以printf 然后呢,就说ARGC等于%d OK,然后ARGV 比如说0等于%s 那我可以这样子做 然后这边呢,就写ARGC 那这边ARGV0 OK,那这个还好 这个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我们稍微执行一下这个程式试试看 等一下,我要先把防毒关掉 否则的话又会出问题 好,我们先把防毒关掉一下 好,那这边呢 好,停用 好,OK,停用 好,这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程式应该是放在这里 好,我们叫做BUFOVER 就是Buffer Overflow的意思 好,那你可以看到ARGC等于2 为什么2呢?因为指令也是算在里面 也算是参数的第0个 所以我真的要取这个A的话 其实我是要ARGV1 对不对 OK,那我就可以这样 ARGV1 好,这样子 OK的 好,这样子我们有印出它的参数 当然你这样印是不对的啦 好,因为我应该写个回圈去印每一个参数 好,但是我就假设它就只有两个参数 好,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想说,OK ARGV就是A嘛,对不对 好,那我就把它 CHAR再宣告一个,就是,就是,比如说 PARM1,然后呢,宣告10个byte 好,然后呢,我就STRCPY1 然后呢,ARGV1 看起来很合理,对不对 然后呢,我就PRINT F 好,这样看起来OK嘛 来,编译执行一下 好,这看起来 没有问题 但是我忘记换行 所以那个印在一起 好,这样看起来OK啊 好像执行都很顺利 那这里我保留10个byte 10个character 好,这里我就发现 来,我们现在想办法让它挂掉 那不一定它会挂 因为C元有时候它就真的 真的还没有盖到那个层次 它就不会挂 好,那而且要看它的编译器 是怎么去安排它的层次嘛 那我现在这样 好,看起来没有挂 好,但是 但是,会不会有问题 这个程式 你想想看 当我这样子进入的时候 它会不会有问题 会有什么问题 你这里的PARAM1 先告10个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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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输入现在是已经20个byte的时候 你这边塞了20个byte 你这边塞了20个byte 但是你却只有10个byte的空间 会发生什么事 可能会co-dump 可能会造成你系统 程式产生不确定的状况 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不一定 要看它的组合员怎么安排 但是,你一直这样子弄下去 它很可能会挂掉 再做一个例子 我现在在CHARPARAM1的后面 再放一个P 再放一个P 这个用P1好了 P1,P2 好 这个用P1好了 P1,P2 那这里就不要用ARP 我就印P1 好 那我这个呢 再放10个 好 P2 那我这个P1呢 我让它就等于 1 2 3 不要1 2 3 XXX 那 这个 P1 一开始就等于 YY 好 好 就这样 所以呢 我们试一下 那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会怎么样呢 不一定会有问题 但是有可能会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这样印 我还没印P2 所以你会看到 OK OK 这一个有10个byte 它本来是YY 已经被我改成 0123456789 0123456789 0123456789 那 但是呢 这个P2呢 好像 我没有印出来 我们把它印出来 好 OK 我们执行错了 我们执行到那个A的版本 P2 P2等于XXX 没错耶 好 再来一个 加个P0看看 好 有有可能 不会有问题 因为我在猜测 不一定 好 这里 发生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对不对 P0是不是 ZZ 但现在为什么它变成789 你会不会觉得不太可思议 P0变成789 P0为什么会变789 谁能跟我解释 有没有 我们 我们故意用超过嘛 然后把它盖掉 对不对 那盖掉 事实上它的边马 好像是倒过来边的 好 它并不是正着盖 它是反而是倒着盖 那有可能是它把P0 编在P1的后面 P2反而编在P1的前面 好 那所以当它盖的时候 就反而是盖到P0 而不是盖到P2 有没有发现这样的奇怪的现象 那另外一个是 为什么是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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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清楚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利用一下主器 编译器 来试一下 来试一下 我再试一个 我让它输出组合元 我让它输出组合元 我们来观察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现在我们buff over.s 这个东西 我把它拿进来看 那 来看一下这边 这样看 看不清楚 原因是 原因是它是区域变数 它的区域变数 会被编成这种很难读的东西 我们来弄个痊愈的 弄个痊愈的 比较容易追踪 所以我把这三个区域变数 变成痊愈 让它再跑一遍看看 好 那为了不要跟原本的重复到 我改成buff over g 或2好了 好 就2吧 好 那这一段呢 我就删了 就删了 还是可以用吧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试一次 gccbuff over 2.0 cbuff over 2 然后呢 好 这时候我们看到了 诶? 这时候不一样了 有没有觉得 它本来是盖到前面的p0 现在却盖到后面的p2了 有没有 所以它本来0123456789 诶 这应该满 满了 接下来又01234 诶很合理 好 这个 这个就跟刚刚不一样 刚刚放在堆叠里面 现在呢 放在痊愈变数 那我们就来追踪一下它的 它的组合语言 追踪一下 buff over 2 的组合语言 好 各位看一下它的组合语言 p0是ASCII zzz 写线0 有没有 好 接下来呢 它说space6 这些space 其实是 怎么讲 就是说 就是六个空白 六个空白字元 那为什么要加六个空白 因为p0的大小是10 p0的大小是不是10 所以呢 在这里你会看到 这里已经占了4了嘛 zzz 加 空 斜线0 就占了4个byte 那剩下的六个byte 才用space 这个指令 编译成space 这个指令 那接下来p1 是yyy 一样 又剩下六个 六个字 塞空白 那 接下来呢 又zzz 那剩下六个字 再塞空白 ss 再塞空白 那所以当我做了这件事情 我去 我去 strcpy的时候 我把它从哪里 call到哪里 我把它从 从argv1 去call到p1 因为argv1长度是20 事实上是21 对吧 因为我输入0到9两次 总共有20个字 再加上斜线0 所以是21 所以他就往前 就是往后盖了 往后盖把s呢 给盖掉 而s变成 这边你可以看到 s变成 就是p2 变成0123456789 而且后面的斜线0还在哦 所以他其实又继续往后盖了 只是 没有发生我们看得到的效用而已 OK 那所以呢 至少他发生了一次的缓冲区异位 只是这个意味是在资料区 没有产生太大的问题 OK 那如果这个意味呢 超过资料区 有可能就会产生cold down 就是作业系统就挣扎到 你的城市已经有问题 OK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OK 我们从组合语言的结果来看的话 你虽然这一段你可能现在 看不是很清楚他到底写的是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结果是 这一个被盖 这一个被盖 sss被盖掉了 结果变成0123456789 那我们如果再继续往下呢 我也不确定 好 那你会发现p1变成这么长 p2变成0123456789 OK 那p0没有变 所以他盖到后面 后面基本上没有被作为系统偵测出来 但是他的错误的效果已经出现了 就对了 好 OK 好 大概是这样 所以 所以 这种 这种 当你写C元程式的时候 你这样子做 会有很大问题 我直接把这种参数 我接到这个 复制到某一个固定大小的空间里面 会有问题 对不对 好 那你该怎么做 那你该怎么做 也就是你的程式其实是有安全漏洞 很不安全 你该怎么做 你该怎么做 一个办法是我用malloc 对吧 我先去算他的大小 然后我再拉进来 但是每次都要这样做 是不是很麻烦 好 那还有什么方法 OK 那不然就是 我先算他的长度 如果他的长度超过这个分配的大小的话 就提示error 这倒是一个办法 如果他长度超过这个的大小 我就提示错误 参数太长 对吧 所以参数的长度 你是要过滤的 否则的话 你的程式很容易 就会出现安全漏洞 这就是缓冲去意味的问题 有多少人在写程式的时候 有这个习惯去过滤参数的长度 并不多 所以缓冲去意味造成安全的漏洞 占了80% 是很大的一个安全漏洞 那一直到现在 这个问题 还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 有部分解决 但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 好 所以各位去看 像这种东西 你就会发现说 它跟组合员 有很明显的关系 它怎么 编译器怎么安排 那个组合员结构 你的缓冲去意味 就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OK 好 那因为 因为这个喔 其实这个是 以 以 X86而言 你可以看到 这是有分段 有没有看到 这个Data 它说这个是资料段 所以它的资料段到最后 它会重组的 它不会直接 直接就跟程式段混在一起 它这边有说 这是程式段 所以它其实已经有一层保护了 什么保护 就是把程式段跟资料段分开 万一你真的大到去盖到程式段的时候 它就会 直接告诉你你错了 因为它会有一个 上线和下线暂存去去锁定 你的程式段和资料段 让你的存取绝对不会超过 这样懂 好 好 那以 举个例子好了 资料段应该是可以写入的 程式段 可不可以写入 程式段 如果作为系统应该要保护 但是在迁入式系统 就没有这种保护机制 所以迁入式系统的部分 就要更注意 但是一般也是要注意 因为 有很多它还是会借由这样的 它再塞更多一点 还是可以让你爆掉 OK 那这是一个 一个缓冲去异位的攻击的例子 那各位 我建议你去试试看 自己写一个程式试试看 然后让它缓冲去异位 你看看它会发生什么结果 好吧 那当然 每一台不见得发生的结果是一样 你可以试试看 先试一下这个 时间 再次 我先试试看 了 完 感谢观看